大家好 我是火狼哥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这两台iPhone12普通麦克斯 我等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拿到 其实原因也是很简单 因为这个粉丝要的是90以上的电池效率 等的时间是差不多久了一点 一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款机器的机框 说实在话 如果说是要拿80多的电池 那么就比较容易 大家都知道现在市场上的货并不是很好拿 要拿品控好一点的 电池比较高一点的 少之又少 能有这种机框的话 我个人觉得已经很满意了 这两台机器都是无所板的256g的蓝色 橙色方面的话可以达到98型左右 机器的整体性能 它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电池 这台机器的电池是90% 看了电池以外 我们再到这个分析关注里面再看一下这个机器 它有没有那种冲击代码 因为现在上上的货不多 怕有那些安定的机器 所以说这一步的话是必不可少的 像这台机器的整体性能都是非常的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台机器 这台机器的话 它也是一台美版无所的机器 屏幕方面 它也没有抛光 然后电池的话 这一台是93% 因为这两个粉丝朋友差不多也等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确定要90%或者以上的电池 时间等的是有点久 但是机框还是非常不错 两台机器它都没有冲击代码 简单的检测了一下 我们再来过一下业绩报告 可以看到业绩报告的话 它都是非常ok 当然很多人会说业绩报告不是可以改吗 这个不可信 但是信与不信 业绩报告这一步 我们是必不可少的要去检测 如果说觉得有疑问的时候 那么我们还是会拆机业绩的 目前256G的电池在90以上的参考行情在5450 说了iPhone12的麦克斯 我们再来说一下iPhone12普洛 这是一台卡贴机 卡贴机的话 它也是支持5G网络 但是卡贴机的信号并不是太稳定 关于卡贴机的有所版 我们在上个视频也跟大家讲了 大家可以放看我们以往的视频 这台机器的电池它有90% 为什么说现在有所版比较受欢迎 原因很简单 就是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就拿128G的来说 目前的话参考行情在3350左右 如果说你们对有所版不太了解的话 我个人建议千万千万不要入社有所版 他指不定在什么情况下 他又出现了跳机活 当然了 如果说以前你用过有所版 你也能接受这种缺点的话 那么有所版的性价比确实是很高 要知道无所版的参考行情在43张左右 这样对比下来 卡贴机是不是很有性价比 好啦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先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这个视频对你选购有帮助的话 点赞关注火狼哥选机路上少放车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